好,我们这个单元呢 要来探讨这个 罗纹呢 如果我们没有要车陶角沟 可能这个罗纹数太短了 那陶角沟不车了 那我们的罗帽要怎样才能锁到底呢 那摇刀要怎么车 OK 那么首先呢 我们有四点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你笑刀 笑刀用牙的这个刀臂对刀 用刀臂 到这个 弓箭的垂直臂的时候 这样才不会撞 那第二点呢 就是牙刀的车牙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像G92呢车牙车到后面还没到底的时候他就开始拔刀 所以这里有不完全牙 那这一种方法 就不适用 我们要用的是车到牙底 然后垂直拔刀的功法 这是 要注意的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这个牙刀呢 这一个刀尖到刀臂的距离呢 这要越小越好 那么这个值关系的这个罗帽的倒角 罗帽这个倒角 这个倒角的大小呢要逃过这一个 逃过这一个车牙的这一个不完全牙的地方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设呢 我们这个把它丢到AutoCAD的分析 DSF OK 那我们用POD POD的存档 好那打开AutoCAD的话我们开档 开POD的档 好那Z Enter EEnter 这弓箭就出来了 那我们把这个牙刀呢丢过来 Ctrl C 那在这里呢Ctrl V 丢过来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 画一个牙底的线 还有一个offset offset 那牙伸呢就是0.6134 乘以一个pitch pitch是2 那就是大概是1.2 OK所以我们通常这牙底呢假设给他1.2 好那 我们呢 Move 把这个移过来 用这个刀尖 移过来 移过来的时候 我们移到这个靠近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最近点 侧刀侧刀靠近的时候 然后就拔刀 垂直拔刀 那拔刀的时候这里就有不完全牙 这是没办法处理的 不完全牙 所以呢 我们的罗帽 我们的这个罗帽 这个倒角呢 就可以要 设计他的大小来闪掉这个不完全牙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牙的工程尺寸 牙顶 那么我们通常是下孔径 母罗文的下孔径就是一个外径减掉一个pitch 那单边就是半个pitch 就是1mm 1mm 所以呢 我们再一次offset offset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下孔 近的位置 我们用红色来代表 用红色来代表 OK 那我们的罗帽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过去的地方就不能够 有罗文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倒角从这里就要开始倒了 那这个倒角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是1.5 1.5 那么我们这个是1.5 大概是7 1.7 我们这个 到壁呢 到刀尖呢 大概是1.7 1.7 所以呢 如果你用1.7的话 用1.7的话 也就是说你用这一个 这个的尺寸来倒内罗文的倒角 大概就够了 大概就够了 那如果安全起见呢 通常我们会再给他大个二三十条 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是1.5 1.5 那这个内罗文呢 就给他倒 1.8c 那这样锁到这个垂直壁的时候 这个内罗文的这个倒角呢 就可以用来闪过这个不完全崖的区域 OK 那么以上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 没有车 陶脚 陶牙钩 的状况下 把牙车到最底 然后罗帽可以锁到底的这个功法 那有四点要注意啊就是你要垂直拔刀 要锁直拔刀 要 叫刀的时候要这个刀壁对刀 那第3个 你要 把这个距离量出来 然后加上二三十条 变成这个内罗文的这个倒角 那就介绍到这里 别变成这个刀壁